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我想你今天幫我們的聽眾 又去介紹一下 一般那些感冒的同類療法 我相信感冒應該所有人都會經歷過 或者家人都會處理過 即發生過 沒有人說未試過有感冒的 但是很多時候 有時候我們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就引起很多一些後遺症 令到那個情況 本來應該很簡單的 又去深化了一些東西 引起很多後遺症都有 那袁醫生 不如你和我們介紹一下感冒的處理方法 或者去臨床上 我們可以考慮哪些療劑 我相信這一集是香港最多人想知道的了 現在的所謂新冠 新冠就是感冒 是一種季後性的感冒 大家知道感冒是一種病毒性的感染 有不同的感冒的病毒 有A、B、C不同的型 通常有季後性的 有時候流行性的感冒 通常在冬天比較嚴重 現在香港人相信 沒有什麼人不想知道如何處理感冒 先說一般的感冒 現在的人大部分只有一般的感冒 最大部分99.4% 99.6%的人都是一種感冒的症狀 不是很危險的 一般的感冒的症狀 包括頭痛、發燒、尖寒、尖凍 肌肉和關節的冤痛、累 喉嚨痛和咳嗽 有時候有些少少流鼻涕 是其中一個比較少見的症狀 還有個人會比較疲多 比一般的傷風會比較疲多 所以我們經常都想知道 人們有上呼吸系統的病 最簡單就是一般的鼻敏感 打厄刺、流鼻水 接著可能是普通性的傷風 傷風多數是鼻水比較多 但到流感 包括我剛才所說的症狀 會比較多 通常患者覺得整個人都散了 只想睡在床上 當然也有些感冒 會有伴有腸胃症狀 包括作嘔、作悶、吐舌 還有吐舌 感冒其實很幸運 大部份的情況都是很容易處理的 但在現時的醫學 是沒有任何有效的對付感冒的藥 所以現在所謂心灌搞得這麼嚴重 其實就是因為在現時的對抗性 西醫的領域裡面 是沒有什麼有效的藥 只能够處理一下表面的症狀 或者可能會遇到 有些複雜性的後遺症 當然感冒影響的人 很多時候嬰兒和老人家 我覺得現在老人家比較多 譬如今次的新冠病毒 嬰兒和年輕人很少有嚴重的影響 通常都是老人家 不是只是老人家 通常已經本身有很多病患的老人家 這種情況之下 很容易出現那些嚴重的後遺症 包括細菌的感染 是導致肺炎 肺炎在很多情況下會有致命的問題 我們遇到一個人 他感覺自己是感冒的 你就要看看 你自己所望聞聞切 看看他有沒有燒 燒的溫度是多高 看看一個人的臉色 還有那個人是否喜歡一間 黑症的房間 躲在裡面呢 還有那個病人是否有 尖寒尖寒 在發抖 打冷腎 看看他的身體的 體位置大概是怎樣的 有時候也會問他 感覺如何 有什麼令你差一點 有什麼令你好一點 還有你的病情 有沒有在某個時段 是特別差的 留意他有沒有情緒 精神上的改變 還可以了解一下他 有什麼特別想吃 特別想喝 首先先給一些簡單的指引 如果你遇到感冒 他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那怎麼辦呢 可以考慮兩種療劑 一種就叫做Oxylococcinum O-S-C-I-L-L-O-C-O-C-C-I-N-U-M Oxylococcinum 那這種其實是一個 在法國的一間藥廠製作出來的 在一個鵝肝裡面 培植出來的一個尿劑 這個是可以第一時間用 你沒有什麼症狀看得出來的 知道他是感冒 還有就是Ferrum Phosphor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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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S-P-H-O-R-I-C-U-M Fosphoricum 即是鸟酸鐵 這兩種是一般性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Oxylococcinum 在外國是很多地方有賣的 很多的健康店 就算超市都賣得到的 這個差不多是一個首選的 最基本的對付感冒的療劑 即是說你是什麼症狀都沒有 即是那時候就先想想想 好了 開始你看到一些症狀 你看得到的 譬如那個症狀 那個人是不太想動動的 那個人比較上是敏鎮一些 還有比較口渴 即是敏鎮得不太想動動的 這個就是Bryonia的症狀 B-R-Y-O-N-I-A 就是白蛇根的症狀 如果你發現那個癮 看上去好像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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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即是覺得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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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像骨断那种痛 如果主要的症状是 那个人是觉得很紧的 很僵紧 他经常想移动一下 又怕那些 又觉得寒冷的 湿的天气是差 又不想用力 那个人肯定是不安 动来动去 在伸展的身体 这个症状是什么 是野角 Wustox R-H-U-S T-O-X-I-C-O-D-E-N D-R-O-N Root Toxic Dendron 这些是可以说 比较简单一点的疗剂 OK 如果除了疗剂之后 一般在感冒情况之后 用有没有一些 其他自然医疗的方法 可以处理一下呢 一般来说 我手上没有疗剂 当然我跟大家说 这些基本的疗剂 可以早点买定先 在家里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简单休息 多喝点水 如果这个是一般性的 吃下维他命C 帮忙舒缓一下洋葱水 洋葱汁 我以前和大家也解释过 视乎不同的症状 可以处理不同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用疗剂 疗剂的好处是很快的 通常我们快到可以这样说 是一半个钟到一个钟头之内 都会好完都会见过的 所以如果你是懂得找疗剂 通常可以使用 每四个钟量一剂 三剂以内如果症状改变 都不改变就可以转的 但是通常我们发现 是适当的用疗剂 可以令病情可能在两个钟头 到二十四小时就改变了 是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是很快手的 所以是很值得大家快点精神时间 就是学好同类疗法 而且在家里避免了这几只 简单很好用的疗剂 麻烦袁先生 你再详细地帮我们介绍 每一只疗剂的特点 详细地介绍一下 主要的疗剂 例如白蛇羹 白蛇羹可以这样说 主要的症状就是肝 他人很肝的 嘴唇又肝 皮肤又肝 肝得来是很口渴 只要喝大口大口的喝 水是喝冻水的 还有白蛇羹的人 病了的时候 不是很想动 动就很不舒服 他人也是比较敏症 最好一个人独处 就不要被人搞 不要被人骚扰他 但是他的脑海中 常常很惯着工作 就是搞好自己的工作 其他的症状包括 会是肝咳 任何的咳 动一动都会咳得厉害 任何的动作 都会令到心口痛 或者头痛 一般的压力会令他舒服一点 所以他睡在比较痛的位置 顶着会舒服一点 暖水也会比较舒服一点 但是他自己本身 很多时候都会喝暖水 或者喜欢喝暖的牛奶 Bionia可以这么说 现在今时今日 在香港所谓COVID-19 差不多的症状是最吻合的 OK 如果大家不幸运 当然 中招的人 真真正正病 都很少很少 那就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这些有肝咳 喉咙痛 想喝水 不是很想动 这个就是白蛇根的症状 好了 第二种疗劑 Eupatorium Perfoliatum 是Bonset 我叫蓝草 蓝草这个疗劑 这个疗劑 最主要是那种痛 骨痛 肌肉痛 很深层次的痛 整个人好像瘀了 好像骨都断了 还有一个地方 蓝草的阵营 包括眼球也很痛 如果你发现痛 眼球也很痛 这个是Eupatorium蓝草的疗劑 接着就是Ferum Phosphoricum 这个最简单 就是链酸铁 这个就是最早期 没有什么特别症状 刚刚初发的时候 看不到什么特别症状 只是觉得有点点 可能蜂蜂蜂的 或者面珠灯有一圈一圈的红 而且症状倾向右边差一点 而且喉咙发炎 有点烧大 不是很强的 面珠灯可能是红 也可能是青青的 这个就是第一期 没有什么症状之后 可以想这个疗劑 接着就是Galcemium 就是黄素蜂 Yellow Jasmine Galcemium的症状是很有趣的 那个人就是 是厚厚的 蜂蜂的 厚厚的 眼皮得得 那个人神智温顿 我们叫做 Dizzy, Drowsy, Drowsy and Dou 就是三个D 那个人当然很累 没有耐力 很累 亦都是机会周身冤痛 但是冤痛就不是 好像骨头裂那种痛法 深层的骨痛关节痛 很多时候这个阵营 是比较慢一点 可能是因为受惊之下 最重要是 那个人是不清醒的 就是跟他说话 他好像傻傻傻的 又不说得很清楚 眼皮又倒下来 他人稳稳的 好像人家很久喝醉酒 他有时候也告诉我 他的眼睛是一些模糊的 还有有一种痛 那种尖寒在脊椎上落去 相相落落的 通常就想放下 躺在这里 就不用怎么动了 好了 接着我就说Oxelococcinum Oxelococcinum是没有什么翻译的 主要是在野鸭肝里面 和心臓里面提出来的 一个法国的药厂 很多以前做了 是注册了 这个就说 如果你是第一时间 你觉得自己应该是感冒 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之下 第一时间就用这个尿剂 都可以了 接着就野鸭了 Root's Toxical Dendrum Root's Tox 或者Poison Ivy 那野鸭的阵营 主要是肌肉很冤痛 还有很僵紧 僵紧到你整天都想 不断地扯一下它 拔一下它 松一下它 你要逛一下地扯一下它才会觉得舒服的 通常这种Root's Tox 野鸭肝的症状 感冒 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冻了 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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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一连串 帮我们介绍了 有6只疗疗疗 对付感冒的不同情况下 感冒相信真是很容易在天气转悶时 尤其是香港比较潮湿,出入冷气的地方 差不多周围的地方都有冷气 尤其是冬天或夏天,转门季节 就很容易出现病毒性感冒 每个人都会感受到 刚才听了袁医生介绍的疗剂之外 其实就可以很快处处理了 合早医治之后就不会引起很多的后遗症 譬如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 或者身边的朋友都会说 感冒完之后一轮又累了 又要咳了整个月都未能好得回 最严重的就是引致到肺部出现肺炎的时候 这些就真的是长手尾了 所以家居常备一个同理疗法的套装 一旦有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立刻可以选择了对的疗剂 就可以很快处理了 不需要等到后遗症出现了 才可以来搞的时候 就有时候未必可以 有时给你搞得对身体 得到真正健康的状况 好,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的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关于同类疗剂或产品方面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好,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